竹片便当吗 事实上这个台湾的竹子世界有名 而且成为了环保煎冰 吸管 餐盘 咖啡杯 纸碗 你看到的这些一次性环保餐具 使用的原料不是塑造 而是来自大自然的竹林 弹上来的竹子经过加工之后 就会形成这样的竹纤维原料粉 而原料粉要加上淀粉 在这个机器进行加工 到最后就会形成所谓的竹纤维原料粒 就可以再进行下一步的加工制成 一根竹子只有六成可被加工制造 剩下四成只能焚化 产生有害物质 但台湾竹的利用价值绝不止于此 被竹磨成原料粉经过加热 形成这一条条半成品 冷却切割 振动筛选 形成竹纤维原料粒 来看看怎么把它变成竹子产品 竹纤维的原料粒 经过我们外面设备的前处理 它接下来会透过管路 自动投料到我们的料桶里面 竹纤维原料粒经过100度高温的热压 形成圆筒状 在过水降温冷却成型 经过切割跑出来的就是竹吸管 再烘烤成型 机器一分钟能包出600支竹纤维吸管 外销英国 美国 日本等八个国家 年收达到两到三亿元 把一根竹子把它细化以后 那细化的状况之下的话 我们利用电魂来做继合 一般的话他们很多人 还是用塑料来继合 那我们追求零塑 它不管是做任何的一个使用跟废气 它对环境的负担 是可以减到最低最低的 台湾竹的品质比其他国家好 废竹加工品的花样很多 还能回到土地循环 刚刚整支打出来的 最后的粉碎过后的状况是这样子 透过这个输送袋 放到竹炭桶里面去 就开始我们做竹炭的过程了 农民把废弃竹材 晒干后粉碎焚烧 做成竹炭竹醋液 是很好的肥料 那竹炭目前来讲 可以作为生物炭做使用 可以当作是土壤优化 或者是病虫害防治 等等的一些相关配方 就冷磷之后 它所产生的一个气体 经过我们冷磷系统 那就可以得到竹炭液 跟上减碳脚步 废竹代加工并黄金 找到台湾竹叶的新生机